过去年换新衣 妈祖娘娘也要换新衫 来看苗栗县头份永真宫 以客家花布为元素 每年是设计一套神衣 粉红蓝橘色色都曾被妈祖选中 今年的颜色正是公布亮相了 是挑中了黑色 神衣表现出神尊气势相当有特色 前程不瓦碑 红橙黄绿各色新衣 看看妈祖婆到底看中哪一套 头份是永真宫 每年妈祖圣诞都会准备一套 全新的圣袍神衣 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一次的圣袍 非常有特色 纳金的颜色也属于是黑色的 那原本想说这个颜色可能做起来 会不近的 看起来可能会没有那么漂亮 但是做出来之后 让我们非常的惊艳 觉得说黑色的客家圣袍 做出来的圣袍也非常的漂亮 客装妈祖身穿客家花布衣 妙方从110年起以客家作为元素 已为妈祖婆更换过粉色红色蓝色橘色的神衣 而今年竟然挑中的是黑色 我们今年有很多颜色给妈祖婆来做挑选 那今年是挑黑色 那为了配合四页八的夜间的这个我们在行走的部分 也给妈祖婆今年结合我们科技 所以今年的圣袍里面是有装这个LED灯的 所以跟往常比较不一样 就希望在夜间的时候 我们老百姓也可以一眼就看到我们的妈祖婆 黑色该如何表现呢 结合妙力职讯 正式亮相的神衣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马祖婆的衣服跟我们时尚的衣服的差别 怎么样去做 那我身为这个扣家媳妇 我做的都是扣家福专 所以第一次接到这个任务 也感觉很兴奋 那在这个 一开始我们选的是用扣家的富贵牡丹花布来做设计委员责 配合头份宗教庆典4月8活动 届时妈祖会换上新衣出巡 为民众祈福